看看这个包子有没有馋到你,真的太香了 泡发好的黑木耳切细丝 胡萝卜去皮切薄片,然后切细丝 再来准备一个辣椒,切细丝 切好放盘子里 切一点葱姜蒜末 肉丝我提前腌好的食盐,生抽,老抽 表面淋了一点油 四勺香醋,三勺白糖,两勺生抽,一勺老抽 四勺清水,一勺淀粉 搅拌黄和均匀 锅里放油,下入肉丝 把肉炒至颜色发白,然后盛出来 油倒回进锅里,加葱姜蒜末 加入切好的所有配菜 翻炒一下,炒软 然后再加入肉丝,再翻炒一下 调入料汁,翻炒到汁水变粘稠 然后倒进碗里,放凉备用 130克的清水,加2.5克的胶母 加一小勺白糖,用筷子搅一搅 加入250克的普通面粉 用筷子搅一搅 搅成絮状,然后再加一点猪油 大概是5克 然后下手揉面 揉成一个光滑,软硬失踪的面团 然后移到案板上面 揉搓一下,搓成长条 下剂子,一共下了10个小剂子 案板上面撒一点干面粉 把剂子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包子皮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打上馅料 稍微多放一点馅料 我的馅料和面皮是一样的重量 今天包的是柳叶包 两边交叉往上面打折 把折打完 包子就包好了 全部放到蒸笼里面,盖上发酵 20度左右的天气发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包子的颜色从冷白变暖白 体积有明显增大,摸起来很松软 水盖之后上笼 大火蒸15分钟 关火之后焖一分钟,开盖 这样包子就蒸好了 你看,每一个面皮都透着油 打开来看一下 满满的馅料 闻起来就很香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小朋友非常的喜欢 你也喜欢的话试一下吧 拜拜